馬桶沖洗器 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來裝這個馬桶沖洗器 那我們看到這個馬桶沖洗器 但是它這個 都已經是壞掉了 也都有鏽石 也噴不出來 我們決定直接來換一組新的 步驟就是 先把水關掉 然後拆掉這個沖洗器 然後重新鎖上支架之後 再換上新的沖洗器即可 我們要開始動作 那首先呢 我們就是先把這個水啊 這三角煩惱的水把它關起來 有點緊 這個有可能因為太久 它這個有點卡死了 現在鎖不進去 我們可能順便要把這個三角煩惱換掉 那我們先去把水塔的水先關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水塔的水已經關起來了 好 那我們就是先直接把全部的管路跟那個三角煩惱都把它拆掉 好 那這管路裡面還有水先讓它流光 一會兒 這個爽子 那邊 我們已經開啟 польз 看起來還蠻新的啊 可是完全卡住了 來看一下這個三角房的還能不能用 這房子有九年 可能這九年期間都沒有 這個都沒有轉動過 有點卡死了 那我剛剛就是 硬把它扳開就轉開了 所以應該它還可以使用 因為這顆三角房的狀況看起來還OK 沒有太多的鏽石 那裡面可能再稍微清一下 應該就還可以使用 我們先把它做一些清淋 然後再做後續的動作 好那我們現在三角房子處理好了 如果你覺得麻煩的話 我會建議你直接就是 換一個新的三角房子 會比較好 然後再做一些整體 我會做一些整體 然後再做一些廉物 最後就要做一些 廉物 然後再做一半 … 怎麼會這樣 是 接下来,我们先处理这个 喷嘴的一个固定器 固定机架 我们就不再挖洞了,就用原本这个孔洞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新安装的话,这边就要挖一个孔洞 来锁这个固定器 那它这个固定器是两孔的 我直接锁一孔就好,因为它其实没有很重 我们只要锁紧一点就好 好,锁紧一点 好,锁紧一点就不会光了 不锈钢的 装上一个 软管 我装反了 重来 它这个开口有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 我刚装反了 好,这样子 下面这边 装上去 好,这边 对 刚刚装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去开水塔的水 好,那我们 水塔的水打开 我们现在把这个 30发的水开放 打开 好,这样冲洗器就粘装好了 然后最后的话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水 好,没有漏水就算完成了 OK,这样就完成了 好,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拜拜